中大經濟學系副教授莊泰亮子 一名中產假設活到85歲 一輩子就要差不多2000萬 平均每日大概可以花640元 如果退休時要維持同等的生活水平 就更加不止這個數 究竟香港中產人士 一個月要儲多少才可以安心退休 如果60歲退休 香港人活到86、87歲 即是有20多年 打工也是三、四十年 打工一天就養退休一天 打工兩天左右就養退休一天 即是說如果你要維持同樣的生活質素 你要儲三分之一才可以 退休那盤數最大的風險就是通脹 如果你賺到很多錢 但之後原來通脹是跑贏你在銀行 即是收息的退休金 這樣就會有風險 即是未來如果你的食口是低 如果食口是低 第一你退休金的利息收入就少了 第二食口低都會推高資產價格 即是會推高通脹 香港中產家庭在規劃退休的時候 可以怎樣做去保持穩妥的財政狀況呢 中產可能不需要這麼大的 但是你可能還想去旅行 或者是吃好些 或者有車 可能人均兩三萬一就不行了 如果你有家庭 兩夫妻都要四、五萬 即是閒地 但這個已經一般香港很大公仔 都沒有這個收入了 你想想如果你想四、五萬、五萬 一年只要六十萬 六十萬元的投資回度是有四、五萬 即是你可能都需要接近一千萬 香港其實我們面對人口增長減慢 以及勞動力萎縮 所以你說找一份工 其實是不難的 即是香港你說要找一份工 打一份工 但是很可惜就是我們 要再找多些錢 或者你的人工加幅 其實很多時候都跑輸的樓價 所以就在 除了你那個主動收入 即你的正職之外 其實年輕人 應該想想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你的其他收入 譬如投資收入 或者你可能去做兼職 會多過你的正職 如果你做到這一點 即是你可以不上班 甚至睡覺時你都有收入 那你就可以安心退休了 在香港呢 2000萬看起來就好像是一個很大的數 但我只是說一輩子的話 那人呢 如果你說香港 可能那個年齡是八十六七歲 那就大概是 差不多是三萬的人數 三萬人數 那如果2000萬的人 在香港六百元這樣 即是香港六百元包你吃 包你住 醫療 教育 其實這樣看這條數 其實就不是真的那麼多 香港的生活成分高 那如果你在其他地方 其實可能不需要那麼多 好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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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